女总统蔡英文发表她的盛选演说 这是历史性的演说 这是第一次台湾有名总统 也是第一次民进党国会过半 那么很高兴在节目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 美国前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 也是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所长 方大为先生来到我们特别节目现场 方先生感谢您 欢迎您 好的 刚才我们听到了 蔡英文在她的演说中说到 维持见状是她对台湾人民 还有国际人士的一个承诺 她说到做到 你怎么看她这样的说法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她刚才是说 在她历史性的当选为台湾的总统 她是希望想让中国大陆 以及台湾 以及美国人 她说这个是她的计划 要维持现状 她也知道 稳定的是非常重要的 她谈了她自己的想法 并且她说她也要说到做到 我觉得这个对于观察 台湾关系的人来讲 都是非常鼓舞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的台湾大选 当然国际社会也都非常的关注 其中因为您曾经在美国国务院认识 这一次的台湾大选的结果 是不是也将牵动 或者说攸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我觉得呢 在这一次大选的结果呢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觉得意外的 因为我们呢 如果观察 他们的这个 选战的情况 如果有一段时间了 早就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 对于马英九总统 还有他的政策的一些 想法看法 还有太阳花运动等等 所以这次结果呢 并不是令人吃惊的 那谈到美国的利益呢 我觉得美国的利益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 或者是哪一位总统当选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啊 应该都是可以维持的 我觉得呢 有的时候对于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说 不管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 当选总统 我觉得美国呢 应该都是有非常人贯一致的政策 而且呢 将会在未来 对于我们的利益来讲呢 因为同等的成功 当然了 也有一些潜在的挑战 就是在这个台海关系上面 也就是说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 该怎么打交道 但是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在这个历史时刻 所发生的这一切呢 并不会让我觉得担心 美国的利益 那你怎么看 这次的选举结果 可能对美中台关系造成的影响 或者是改变美中台 华盛顿 北京跟台北之间 一个平衡的现状呢 怎么说呢 这总是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 保持现状的话呢 他真是从政治的角度呢 是唯一可行的一个选择 对于三方来讲 也许他并不是完美的 但是他呢 唯一可行的 我们已经听到了 刚才的这个 蔡英文当选总统啊 他刚才在竞选 顺选感言当中呢 已经讲到了这个 要维持现状 要积极沟通 那么他总体的这样的一个 基调呢 是非常稳定 很平静的 他自己也说 我现在感觉很平静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 正确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配料啊 他能够非常好的来 处理这样一个 一个比较敏感的 这个情况 那么 当然如果 大陆可以选的话 他当然是希望 这国民党能获胜 但是呢 我想他们的这个领导人 也意识到了 如果他们要更多的 这个参与 像过去的大选那样 如果要更多干涉的话呢 也许他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呢 是可能是 大陆的领导人 更不希望 更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他们现在呢 保持了一定的克制 在大陆方面有克制 然后在蔡英文方面 也有一定的克制 那我觉得 只要小心谨慎的 这样来处理的话呢 我们将会可以看到 台海关系 还是可以保持稳定的 好的 方大为先生 稍稍暂停我们的访问 因为我目前收到 这些消息是 美国政府已经正式 对于蔡英文 当选中华民国 第一位女性总统 表示了祝贺 那么有关于美国白宫 或者是国务院 所对蔡英文发出的 最新的贺涵 或是具体的声明内容呢 我们在取得 详细的内文之后 进行翻译 会随时的 为听众观众朋友们插播 不过我想先请教 方大为先生 您怎么看 这一次美国政府 他选前就有说一些发言 包括了 希望两岸能够继续的 降低紧张 维持这样子和平的局势 因为升高紧张局势 对两岸的任何一方 都没有好处 当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没有好处 等于是美国在事前 结果出现之前 就已经发布了 一系列声明 包括白宫跟美国的国务院 您怎么看 今天晚上这样的结果 出现之后 美方可能的回应呢 方大为先生 我觉得这个结果 对于美方来讲 也并不是说 很出乎意料的 那么我觉得 这个总体的 这种情感来讲 对于美国的政府里面 大部分的人 并不是感到吃惊的 我想对于中国大陆 也是一样 也并不是一个 令人吃惊的 那谈到美国对台政策 以及对于台海关系的 这种政策 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它是 这个根基于 1979年的 对台关系法 以及 还有这个 82年的 还有这个 联合公报啊等等 还有 那我觉得这个总体的 对于台湾和对于 中国的这个 美国的政策 还有对于 台海关系的 目前的整个局势的政策 应该是保持稳定的 那我觉得 在这里 这个拼图当中 最关键的一块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蔡英文呢 在上一届的 就是陈水扁的 这个总统任期里面 她学到了很多的教训 也就是陈水扁呢 可能她的这个做法呢 可能走得更快过了 甚至对台湾来讲呢 是没有太多好处的 所以呢 我觉得 2012年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呢 给蔡英文的教训呢 就是她可能 从没有得到这个 美国政府当时可能 给她的支持 没有得到一定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呢 她现在呢 也知道了 不管是在这个 关系还是 台湾国内的这个 政策也好 都要依赖于 她呢 要说到做到 就像家今天晚上 所讲的 要维持现状 这样的话呢 她可以把重点呢 放在改进台湾的 民生方面 这也是她的这个竞选呢 就是从政经济 这是她竞选的一个纲要 那我觉得她理解这一点 那我想中国呢 还有和蔡英文方面呢 都从过去呢 吸取了经验教训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对今天所看到的呢 比较有一点 比较乐观 而且呢 所以我觉得 在未来应该呢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觉得不会 看到有太多 令人吃惊的 当然需要有智慧啊 然后要谨慎的 这个维护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美国已经正式的 恭贺 蔡英文当选 中华民国的总统了 稍后如果我们 贺涵具体内容出来之后呢 您还在现场的话 或许请您回应 不过除了这个 正式的发表声明 恭贺 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外呢 事实上 奥巴马政府已经派出了 现任的副国务卿 布林肯 要到北京去 他在亚洲访问 北京是他的最后 一个压轴的行程 另外这个 前任的副国务卿 伯恩斯 也将在选后 抵达台北 他将在明天 和台湾的总统 马英九 还有新任的总统 当选人蔡英文 来进行会面 这也是一个 非常高层的一个访问 前任副国务卿 伯恩斯 要跟蔡英文 跟马英九会面 那我们看到 这个奥巴马同时 派出两位高层特使 奔走两岸 在这个选举 结果揭晓的 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有人说这是担心 两岸可能的紧张局势 出现了一种 所谓的预防性外交 您怎么看 布林肯跟伯恩斯的访问 我不觉得 他好像是预防性的外交 不见得 因为这样说的话 就好像意思说 他们真的担心 会有台海的冲突 就是说因为他的当选 因为蔡英文 今天晚的当选 好像有担心似的 但是我觉得 并没有这种层面 这么大的担忧了 就是冲突的担忧 我觉得他 与其说 它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 而不如说 是重新确保 或者更加增进信心 也就是说 他在官方到北京去 以及非正式的 到台北去的访问 都是要重新 重申一下美国的政策 而且说 希望看到的 就是其实跟 中国的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和对于跟台湾的关系的 结束 这个外交 正式外交关系 他就重新说 我们再确认一下 我们的政策一直没有变 而且这些政策 对于北京和台北来讲 都是很熟悉的 所以这只是更多的一个机会 有一个面对面的 跟各方 以及跟关键的 这个有关方 来谈一谈 就是说 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政策是怎样的 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 我觉得这里并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 事实上这种类型的 这种访问 其实是非常标准的 就谈到 就是说 对台湾的这个 非正式的访问 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 官方的国家关系 那我们在过去的 这个总统大选之后 也都看到 所以这里是标准 操作程序的一部分 那所以就是有这个 高级的这个美国官员 和中国的官员 还有台湾的高层的政治人士 都来相互谈一谈 就要确保 我们大家对于未来的这个 理解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是有建设性的 而且有帮助的 而且是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 很快再中文一下 有关于这个 伯恩斯明天到台湾的 这个访问 因为他要跟马英九总统 还有新当选的蔡英文见面 你刚才也提到说 这是一个制式 通常制式会这么做的访问 不过我们记得这个 在八年前 陈水扁曾经在他 接任总统之后 做出像美方做出保证 这个四不一没有的保证 这一次呢 伯恩斯会向台湾方面的 新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传达什么样美方的讯息 会不会希望他也做出 一种类似的保证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我现在这里讲的话 当然是不代表美国政府的 而且我也不是 美国政府的这个雇员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们自己内部会讲什么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呢 就是伯恩斯先生呢 可能会讲一些这样相似的话 比如说祝贺你啊 你的这个非常出色的胜利啊 这是对于台湾来讲 很好的一天 你的这个 有压倒多数的这个胜利 你有很多的政治 政治的资本 那所有的新的领 上任的领导人呢 想要有的东西你都用了 所以呢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能够维持现状 你呢 可以为 因为他是个人啦 所以他可以说 你可以为你的国家 不管是为台湾呢 为国家 不管他用怎么样的说法 他可以说呢 台湾现在有机会 可以 就是让他作为总统呢 可以为民众做很多 很好的事情 请你不要搞砸了 不要这个走得太远 你有时间 所以尽最大程度 利用好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未来的美国政策 将会是这样的 我们将是希望呢 我们继续希望这个台海关系 能够是以和平的这种方式 以符合两岸人民意愿的方式呢 来得到一些解决 他们可能会谈一谈 这个美国对台的军售啊 以及最近讲的18.3亿美元的 这样的一个军售等等 我觉得他伯恩斯先生呢 很有可能就是讲这一些的内容 但基本上来讲情况很好 维持现状呢 可以帮助你呢 为你能够做到 你想为你的民众所实现的 我想主要他应该就会讲这些 方大文先生 刚刚您特别提到 这个美国对台军售 事实上这一次 美国通过最新一波 对台军售的这个时机点 也受到大家的瞩目 因为就在选前不久 那么您怎么看 美国这一次选在这个 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前 通过这个对台军售 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人认为说 这个未来奥巴马政府 可能会对两岸 同时采取一种 双重贺阻的一种策略 军售是不是其中的一环 是 美国对台军售呢 总是当然是 美中关系当中的 一个重大的议题 当然它也是 美台关系当中的一个议题 因为美台之间呢 不一定是 永远是一见一致的 就是说 应该出售多少 出售什么 这个大概是一个月之前吧 三十天或者三十一天之前 所宣布的这一套的军售计划呢 它有好几点 第一年 它是在很长一个阶段里面的第一次 因为呢 很长一段时间呢 就没有 没有宣布说要对台军售 上一次的是2011年 所以这个当中的这个时间段呢 是最长的 也就是说没有 这个军售的宣布 那么我们也许会期待说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结束的时候 那因为呢 和去上一次的军售之间呢 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也许会认为说呢 这一次呢 东西会更多一点 比如说有好几十亿美元呢 比如说在2011或者2010年 当时的这个平均呢 每一次宣布呢 都是有60亿美元 这次呢 所以是比较少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好像呢 并不是非常戏剧化的 不像以前那样 因为它的数量比较少 而且呢 就是正好在圣诞节之前所宣布的 所以呢 就比较安静 好像静悄悄的 那所以对于北京的这个反应呢 当然可以预期 但是相对来讲呢 还是不那么强烈 不像2011年的情况 那所以总体来讲 我的感觉呢 就是奥巴马政府呢 觉得有必要该做些什么 但是呢 又不想呢 把它做太过戏剧化呢 或者给 这个关系呢 带来太大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次呢 也太不想过多的干扰 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 当时呢 我是在台湾 就是宣布的时候 我在台湾 那所以呢 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个反应 当时民进党呢 他对于这个时间的选择呢 是感到这个批评呢 因为他觉得呢 可能是想要帮助国民党的这个选情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民进党领在民调当中领先已经很多了 那所以呢 而且这个问题也并没有说很明显的是 是在我看来并没有明显是偏向哪一边 哪一方 所以呢 民进党后来也没有觉得太大的这个 太重要 那所以现在从这个结果上来讲呢 很明显这个呢 军售呢 是根本没有影响 他们这种压倒多数的胜利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呢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 奥巴马政府的这一次的选 这个军售呢 他的做法呢 是非常娴熟的 而且呢 是 是比较好的 那 这一次呢 可以说是尽可能的减少 就是对任何的这个相关的关系的这种干扰 那谈到这个双重贺阻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和双重威慑 我觉得这个呢 还是会有美国的这个政策呢 就是希望要鼓励台湾的能够 这个保持这个克制 那我想从这个 前副国务卿的伯恩斯呢 他在会跟这个当选总统在谈的时候 也会谈这样的 同样的我们也对中方一样 我们也预期呢 希望看到这个问题能够和平的解决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双重威慑 或者贺阻的这个说法呢 还是存在的 而且呢 将继续会成为 美国的一个 对于台海问题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态势 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 也是四年选一次总统 跟台湾一样 那么今年2016年 1月份台湾选出新总统 马上年底 美国也要举行 总统大选了 就您所了解的 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台面上几位主要的候选人 他们怎么看台湾 或者他们可能会怎么处理 接下来的两岸关系 跟对台政策 这很有意思 中国呢 在美国当代的 这个总统大选里面 总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台湾这个问题本身呢 并不会被 在大选当中被提到 因为你想 美国的这个 国内的政策 或者说我们的 这个外交政策 或者是国际安全呢 是伊斯兰国 恐怖主义 还有叙利亚中东 俄罗斯 还有中国 尤其是从经济的角度 还有这北韩 现在呢 也回到了头条 所以呢 台湾呢 并不会认为说是 这种最高一个层级的 这种安全的问题 这其实是好事 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呢 更不会去想到台湾 因为他们没有 根本不会想到说 可能会在台海呢 有这种大冲突的 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因为据我所知呢 在这个 两个阵营啊 不管是这个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阵营里面呢 对台湾呢 只字未提 当然中国呢 是被提到的 那也许呢 是比如说是 他们有可能会去祝贺 这个台湾的当选总统啊 但是台湾本身 作为一个议题呢 我觉得在这个 美国大选当中 并不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甚至可能根本不是一个议题 但是呢 谈到这个 主要的民主党 和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呢 对于中国的态度 当然对中国态度 对台湾也是有影响的 但是总体呢 我觉得应该是和主流的 这样的一种观点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呢 连贯一致的 在过去30年的这个政策 这个呢 对不管对川普先生啊 还是克鲁斯啊 卢比奥啊 还有克里斯蒂 杉德斯啊 克林顿 都是一样 大家他们会谈贸易啊 谈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啊 他们会谈 国家之间的竞争啊 等等 最近的在辩论当中 还有谈关税啊 还有这个川普先生 他会不会是要对中国的 进行产品呢 来收增加关税等等 所有这些呢 这样各种各样的评论呢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 都还是这种主流的 这个美国 对于中国的一些想法 也就是要跟他们保持接触 要跟他们合作 因为两国之间的 有巨大的经贸关系 而且呢 从很多议题上的 都必须要跟中国的这个 打交道 要保持合作 这个是不变的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 这个竞选 哪一个候选人的 在11月当选都不会变 好的 黄大然先生 因为我们这四个小时 特别节目有非常多的联系 有些在台北 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看到画面 我很快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您 请您很简短的回应之后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访问 就是最后了 请您对于奥巴马总统 提出一些 他可能处理两岸关系上的 一些建议 还有如果可能的话 您对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主席 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或是建议 我觉得我会把重点 放在这么多 这个关系当中的 一个侧重点 那就是美国对于台湾 和对于台海关系 这种政策 总体来讲是保持不变的 那但是谈到有一个议题 我觉得对于大陆来讲 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美国对台军手 早些时候我们也讲到的 这个议题 我会建议 美国要遵守自己的法律 和政策上的承诺 要试图呢 对于把美国的 对于台湾的 军售的这个武器的 这种递送呢 应该呢是要遵守 我们的1982年的 联合公报 那这样做的话呢 也许对于中国呢 可能会有对等的一种回应 那我想我 我想我对于这个 中国的习主席 如果可以的话 我对他的建议呢 就是在这个军事的这种 对台的这种态势上面呢 不要那么有敌意啊 要减少这种 在这个 中国南部呢 对于台湾的这种 这个弹道导弹的 这个数量 这样的话能够创造一种 积极的氛围 那我觉得 时间呢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呢 是不利的 就是对于台湾的这个 认同的 这个方面 那所以呢 就是说 谈到他要实现 所谓的统一啊 如果在未来 有任何可能性啊 我是不觉得 有很大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要是 有任何可能性的话呢 他必须要 要把他对于台湾的 这种基调呢 要得要变得更温和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要素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前美国国务院 东亚事务官员 东兴发言研究所的 副所长 方大伟先生 来到我们美国之音 特别节目现场 感谢您 谢谢